10月10日上午,美国十多家机场的网站因黑客攻击而短暂瘫痪,说俄语的黑客宣称对此是负责。 包括纽约市拉瓜迪亚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和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在内的一些大型机场面向公众的网站成为攻击目标,导致公众无法访问报告机场等候时间和运力信息的公共网站。 现在,大部分网站都已经恢复。 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周一凌晨3点左右收到了拉瓜迪亚机场系统被攻击的消息。 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负责人表示,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并与机场合作解决。 目前,没有运营被中断的担忧。 据CNN报道,此次黑客攻击是由一个名为QNET的俄罗斯黑客组织发起的。 加州的超市正在进行一项重大改革。 州长纽森近日签署了SB1046法案, 要求在2025年1月1日之前逐步淘汰一次性塑料袋, 也就是经常出现在水果和蔬菜区附近的郁节账袋。 取而代之的是使用可回收纸袋或按照国家标准被视为可堆肥的袋子。 加州也将成为全美首个落实这项做法的州。 来自洛杉矶县的公职人员10月9日发布了声明, 谴责了去年在一次私人会议上, 洛杉矶市议会几名成员发表攻击性和种族主义言论, 公然嘲笑自己的同事。 该会议录音泄露之后掀起轩然大波。 在泄露的音频中, 可以听到洛杉矶市议会主席努里马丁内斯对代表第11区的议员麦克·伯宁的孩子的嘲讽和种族主义评论。 伯宁是白人, 但他有一个羊子, 是黑人。 马丁内斯在讨论柏宁的孩子时, 将其儿子描述为小猴子。 还可以听到他指责柏宁把孩子当白人小孩一样养大。 市议员凯文德·莱昂曾指责柏宁将儿子当作配件对待, 并将其与设计师手提包进行比较。 他还称, 柏宁为理事会的第四名黑人成员。 这场会议上的三人, 议会主席努里·马丁内斯, 市议员凯文德·莱昂以及洛杉矶县劳工联合会主席罗恩·埃雷拉9日已经公开道歉, 而马丁内斯于10日辞职。 乌克兰官方10月10日称, 包括基辅、日托米尔在内的乌多座城市当日遭到鹅导弹袭击, 目前已造成8死24伤。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俄军当日早上使用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包括乌能源设施、军事管理设施和通讯设施。 乌克兰武装部队表示, 俄罗斯军队10日向乌克兰发射了75枚导弹, 其中41枚被乌防空系统拦截。 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提醒民众不要离开掩蔽处。 10月10日,在法航447航班坠毁13年后, 飞机制造商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和法航被控过失杀人罪的审讯在巴黎开始。 该审讯将持续到12月8日,2009年5月31日, 一架直飞法航447航班的空客A330型飞机 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发,飞往巴黎。 6月1日凌晨,在大西洋海域上空失势坠毁, 机上228人全部遇难。 这是法航运营史上最严重空难。 eg flowers 哥 评论 郭 杨幻 北